基于深受大家喜爱 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基于对人到底有哪些抑注呢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吸收其中的营养呢 基于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食材 口感非常鲜嫩 也非常有营养 它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 还有钙、铃、铁 各种营养成分含量最多的就是蛋白质 相对于其他的食物来说 基于属于高蛋白的食物 每100克的黑基于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20克 仅次于对虾 比一般的食物含量要高 而且基于不仅蛋白质的含量高 还有一点就是所含蛋白质的质量好 大家都知道蛋白质的组成是氨基酸 而基于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非常全 利于消化吸收 属于优质蛋白 同时基于相对于其他的食物 除了优质蛋白含量高 还有脂肪低 并且其脂肪种类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多 鱼类的不饱和脂肪酸 有一定的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 所以说基于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食材 现在慢性病患者比较多 糖尿病发病率是越来越高 发病的年龄却越来越低 还有高脂血症、冠心病等等 这些慢病的患者饮食都需要有一定的控制 但是基于基本上这些人群都可以食用 中医生为基于是一个补虚的食物 有一定的健脾利湿、利水消肿和中开胃的作用 而且中医生为基于有通鼠催奶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产后给产妇宝点基于汤 基于汤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对于老人、儿童、病后体弱和平时身体体质不太好 病后恢复的病人也是比较适用的 但是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 痛风的患者 还有手术后的患者伤口正在愈合的过程中 急过敏性疾病的患者要少吃一些海产品 所以基于虽然营养丰富 也要根据身体的体质来具体选择 推荐菜谱NOSP白萝卜熬基于汤非常经典 就用基于和白萝卜熬成汤 做法很简单 大家有时候问到一点就是 熬鱼汤怎么不白 很多人总觉得汤白营养物质才出来 其实就跟烹调的方法有关 把鲫鱼两面煎黄之后 一定要加水或者先把鱼捞出来 放入凉水烧开了之后再放鱼 大火烧开再小火慢慢熬汤就白了